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 你一見我就發了 粉絲們 你知道我在哪裏嗎? 我在霸生 其實在霸生我很多粉絲 其實粉絲差不多99% 都算是90%或99% 都是福建人會多 福建人拜診的規矩 也有去的一套 但我在這處霸生 坦白說已經看了三四十年的風水 霸生很多粉絲都是我幫他看風水 很多人看到都做得不錯的 今天我依然是霸生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電磁板爐 電磁板爐如果是放在錘房 通常都是沒有放在廳 我帶大家進來看看 這樣我們接球進來這個錘房 這個屬於乾錘房也是去 濕錘房也是去 那裏是一個路頭 大家看到電磁板爐就是這裏 如果電磁板爐放在這裏 煮飯來說 這裏就不太好 這裏怎麼說呢 你們有沒有這樣看上去 那裏就有一個跑步機 看到嗎 有一個跑步機 鬆弛一點 驚嚇也看不到 是呀 是呀 他就放大 給人拍了電磁板爐 整裏 是呀 那裏跑步機就在那裏 你在這裏煮飯來說 因為風水師 要放在這裏 就可以得到很多東西 其實風水師 有他的做法 有些老人家 就說 不要禁忌 可以放在這裏 其實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呢 今天就教大家 風水的學問 如果放在這裏 向這個跑步機 經常下不安 會導致到一個人 不管你什麼成員 或者是男主人 或者是女主人 做事就很緊張 很匆忙 中上中落 所以說 電視板爐 雖然是沒有明火 但它也屬於一個陰火 陰火來說 通常都是看不到的 而且你放在錯覺 這個殺位 就會導致到 有小人造工 陷害你 或者說你的是非 所以大家 如果你家裏有電視板爐 對陰那個 即是說跑步機 你們就要小心 千萬就要拿走 這個地方不適宜 即是說 一進門口 你看看 火燒後味 我經常都教大家 火燒後味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賺食工 如果我們走一個角度 我叫攝影哥哥 退後一點多少 無端端的樣子 退後一點 你看遠一點 你整個大包圍影給你看 這裏是乾脆房 所以沒有理由 爐主在煮飯 對不對 是不允許的 是應該爐主向那裏 電視板爐主 應該是拜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好 所以大家要記得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正規的 但是這個就是放錯為止 會搞到上下不安做人的事 所以跑步機 如果你拿了 即是打給你 師傅我拿了跑步機 我不要放那裏 我繼續放電視板爐 可以嗎 也是不行 為什麼不行 都拿了跑步機 你不要忘記這個門口 這是我們出入的地方 我們還未出入 所以出入 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 但是不知忙什麼 所以說大家 這是一個原理 大家要學會 所以說電視板爐 或者明火爐 都不適宜放在門口 靠近吃飯廳的位置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說 如果你看一下 我們站在這個角度 你看一下 我叫攝影師過來 過來這邊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這裏就是吃飯廳 這裏有同一座壇台 是不是不可以 是不是很靠近呢 一尺 你看我的腳 一尺 兩尺 三尺 四尺位 就到了 太近了 所以不要向門口位 如果向門口位 雙矮不要厚 亦會導致吵架兼頂頸 所以大家要去學一學 要記住 好了 我不說那麼多了 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真的有這樣 電視板爐 這部路 就要拿走了 拿走了之後 就會很開心 為甚麼 因為放在這裏 亦會影響到 唉 喊聲嘆氣 記住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記住 不要放錯位 不會有很多問題 中上中下 中溫雞 不知道搞甚麼 拜拜